道指就在高位上横行 但其實看到市場就不是不動的 就是看到這些資金可能就去了加密貨幣 因為看到譬如加密貨幣 也有很多投資者追捧 譬如我們說得比較多的比特幣 就有相相落落 但是以太幣是破頂的 最高曾經見過就是3340美元 比特幣也有一度升穿的59000美元 你覺得現階段是否還值得追入加密貨幣呢? 就似乎你是沽住一閘 還是一個分散投資的部署 事實上現在都是以一個多元資產來投資 買加密貨幣其實也是適合的 暫時去看的時候 比特幣相對上的進場門檻是比較高的 所以就以至到現在的投資者 都開始留意那個報價 相對上來說是比較小小的以太幣 因為始終都是三千多元的時候 都是一個吸引的進場門檻來入 我自己覺得資金分配來說 如果你放在加密貨幣那裡 可能只是適宜放一成或一成半 就會比較適合一些 暫時去看的時候 以太幣的投機性的吸引力 就會比特幣相對上高 所以小駐和以太幣暫時都沒有放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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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提供